男生的太陽月亮落在哪裡 跟女生的太陽月亮落在哪裡 有另外一半 那個女生就會願意 這個男生就會願意 當這個女生的奴隸 對 好 杜德偉呢 太陽是水瓶 月亮則是金牛座 所以待會兒你可以看金牛座 跟你的水瓶座 然後看看哪些星座 是你會想要為他付出的 當他愛的奴隸的 好 太陽月亮 如果落在牡羊座的男生 他可能會為太陽月亮 落在水瓶座的女生而著迷 因為水瓶座的女生 是非常性感的 而且很懂得在私底下 暗中 重點時刻展現性感 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月亮的金牛座 杜德偉 月亮的金牛 對 什麼星座的人 讓你覺得很性感呢 覺得很願意當他愛奴呢 太陽月亮如果落在 年星座的話 這作弊 這就你嘛 對啊 我沒有作弊 沒有 還有其他的天星座女生啊 有 有 有 對 太陽月亮在金牛座 為什麼會對天星座著迷呢 因為天星座能懂 金牛座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常常講說 天星座的女生很性感 對 那太陽月亮在金牛座的男人喔 其實他對性感這件事情 是不能抵擋的 所以他們是那種 越接觸以後 越有離不開的感覺 離開對方的感覺 看一下吧 那太陽月亮在雙子座 你會是誰的愛奴呢 那就是太陽月亮如果落到了 天星座的話 真的很可愛 因為天星座的女生 是很會談戀愛的 這是重點喔 她會那種收放自如 讓那個太陽月亮 雙子的人呢 就覺得一下子好像在看一個 千片萬畫的電影 對 那更重要的是呢 天星座她很懂得怎麼樣 用微笑來迷死雙子座 就是有時候那種 我先走了喔 拜拜 然後可能給她眨個眼睛 雙子就覺得好可愛喔 這個女生真是有女人味 真的喔 而且很會製造情緒 那那個會製造情緒 會讓雙子座覺得 很願意跟你這個女生 多認識一下 然後對你興趣永遠不減喔 好 我們來看 太陽月亮如果落到巨蟹座 大筆 大筆 如果遇到了太陽月亮落在 獅子 真的很準 就是巨蟹座的男生喔 很奇怪他們就可以容忍 獅子座的恰伯伯 在他眼裡這種恰伯伯 叫做有個性 而且他知道 這麼恰的女生 絕對不會有外遇 就他是 反而是忠心耿耿的 對 而且這麼有個性 在外面受到傷害 他只想呵護他 對 他只想要更保護這個 獅子座的女生 對 所以太陽月亮在巨蟹的男生呢 就很願意 為獅子座女生誤出喔 太陽月亮如果說 獅子座的男生 你會願意當誰的愛奴呢 那就是太陽月亮在 處女座的女生 首先呢 他就像大樹一樣 他要保護他的女人 那處女座的女生呢 像小兔子一樣 很容易驚慌啦 然後看起來很需要保護啦 對 這都會讓獅子座的男生 覺得我願意為你付出 那太陽月亮在處女座的男生 你會願意當誰的愛奴呢 那就是太陽月亮在 妄女座的女生 他會 我們說 處女座的男生 是寵不得的 對 雙魚女呢 一開始一定會寵她 對 所以這個無願無悔 當她愛奴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當她發現 她快要失去雙魚女的時候 她就會不計一切在家 想挽回這個女生 因為她心裡其實很明白 再也沒有女生 會對她這麼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月亮在天秤座 你會為誰當愛奴呢 那就是太陽月亮在 雙子座的人 是喔 因為天秤座會覺得雙子座的人 好可愛喔 那太陽月亮的天蠍座的人 願意當誰的流利呢 那就是太陽月亮在 牡羊座的人 喔 牡羊座的人就是有一種 認真的人最美麗的那種感覺 那天蠍很希望呢 別人去在意她的 那牡羊座投入工作的時候 會忘了天蠍的存在 天蠍就會開始耍寶 去吸引牡羊座的主意 真的 你就會覺得她可以 抓到她的胃口 很難得看到天蠍耍寶 對不對 真的只有牡羊座可以 她很裝酷 對 她會裝酷 她會裝酷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太陽月亮射手座 你會為誰當愛奴呢 那就是太陽月亮 在摩羯座的人喔 摩羯座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射手座非常欣賞 那種有自制力的人 對 所以你很冷淡 你很冷酷 這都嚇不倒她 她反而會很想接近你 而且她看得出來你是外冷內熱 她就會很想再恨是你一點 會不會自己以為懂啊 可事實上 就她很冒險 真的耶 射手座很有冒險心 而且射手座喜歡人的時候 你會覺得她的眼光是特別的 你會看不懂她為什麼喜歡這個人 真的是這樣 她們的眼光就是怪 對 可是只有她自己心裡明白 那像摩羯座的女生 常常讓我們不知道她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為她著迷 瘋狂的這樣 她都不理你 可是有時候 你越不理射手座 射手座越愛你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月亮在摩羯 你會當誰的愛女呢 那就是太陽月亮在 巨蟹座的人 巨蟹分兩種 對 一種就是非常熱心 然後非常愛你 非常願意當賢妻良母 那這個呢 也會讓摩羯座的人覺得 你可以娶回家 可以交往 另外一種 還有一種女生 她就是那種 比較哥們的 對 會單記走天涯的 自己一個人背著背包 自助旅行 很孤單的那種巨蟹座 會讓摩羯座覺得好心疼 流浪型的 對 沒關係你去流浪 我永遠在這裡守候你 我幫你打挺好一切 我幫你準備好你要旅行 所需要帶來任何東西 我來賺錢養你 都沒有關係 真的 所以摩羯座會欣賞這種 孤獨的靈魂 因為覺得你好像完成了 我不敢完成的壯舉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水瓶座 太陽 月亮在水瓶座的你呢 可能會為誰著迷 我當誰的愛奴 那就是太陽月亮在 射手座的人 其實射手座的女生 還蠻懂得打扮自己的 而且她能穿裙子 她就不穿褲 真的嗎 那她在她面前 也是輕聲細語嗎 然後她很懂得展現 她的性感風情 身材通常都很辣 而且其實射手座 比我們想像中 會裝可愛 太陽月亮在雙魚 你會當誰的愛奴呢 太陽月亮在金牛座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金牛座會讓她覺得 很像大樹一樣 就是很棒啊 讓過境遷返的雙魚 覺得你就是我的港灣 因為金牛座會告訴你 我保護你 跟我在一起就沒問題了 所以每個星座的男生 太陽月亮在這裡 他們都有怎麼說 想要為他當奴隸的 一個女生的對象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再次請進去 我坐在那邊 我坐在那裡 這裡有很多很多人 我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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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我坐在那裡 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